女儿与保姆张艺善被曝上摩铁妇 蔡宜芳不可能主动 周刊王金11日报道 民众党中央委员张艺善与政治新秀党团助理蔡宜芳私下优惠 并被募集到两人一起上摩铁三小时 民众党立委蔡璧如上午受访表示 蔡宜芳昨时日以坦诚感情并且一直哭 针对绯闻事件 蔡宜芳的父亲稍早也透过媒体表示 女儿是高知识分子 不可能主动 应该是有人对她好 曾在200118高雄市议员选战中 批上白纱高喊要嫁给高雄的政治新人蔡宜芳 今11日被媒体踢爆与同党党员张艺善爆出不伦恋 两人积吻并在摩铁相处三小时的照片曝光后 蔡宜芳的父亲任职高雄市严城区中原李李长蔡崇明出面表示 会劝女儿检讨自己以后谈公事不要去引起争议的是非之地 三立新闻网报导 蔡宜芳的父亲蔡崇明期盼大家不要在这时候在伤口上撒盐 女儿碰到此事难免会难过 她认为女儿是知识分子 学历高 绝对不可能主动 应该是别人对她好